特务是在战争年代中 一类专门从事 情报窃取 暗中破坏等行动的特殊人群 常常能够在掩人耳目的情况下 进行很多重要工作 甚至在一场重大大战之前 掌握对于几方有利的军事情报 因此 特务也是当时国军中 一类相当重要的人群 在很多截战片中 不少特务都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因此 这也是特务难以被抓到的原因之一 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依然还是有不少特务潜伏在某些地方 纯粹欲动 由于工作形式特殊 作为特务成员也不乏一学女性 女性特务和男性特务 还有很大区别的 其中最大的应该是 前者还可以利用性别优势 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历史上其实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就比如在世界特务界中 比较有名的一个美女特务 张春莲 她早年接受过一系列高等教育 而且后来也在接受过 系统化的军事训练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从事工作 由于业务做得非常出色 备受上级的信赖和重用 后来国民党退败 老蒋的大多数的下属跑了 或是因为走得很仓促 也有一些人员来不及撤离 就直接被落到了大路上 这些人员中就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 就比如张春莲也留了下来 老蒋是不是故意留下她 距离情况不得而知 不过之后 国军的特务机构 还是和她有一些联系的 张春莲在一开始 是准备和大部队一起撤离的 但对方命令她潜伏下来 带到时机成熟再和她接头 必要的时候会召回她 于是张便留了下来 并且去陕西西专电台 为的是日后和总部联系 不过这一潜伏就是四十多年 不得不说 张是真的很能潜伏 这么多年中 居然都没有被发现 而且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身份 漂亮的张 还和当地一个年轻的农民结了婚 有了家庭张春莲 也算上一个名副吉时的农村人身份 更加不被人怀疑了 而在那期间 她还生下了八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 她在75岁年 被发现真实身份 不过那个时候 她也已经看到了一切 并在出此前说了一句 孩子是无辜的